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刚问我们的陈彦安 他说是网路接触不良 接触不良后来去做补救 把低段的这个录影的部分 再剪接到前面去 所以不是YT的问题 是我们的问题 那我们直播以来 从2018年11月直播到现在 一年多的时间 出过不少状况 什么圈圈啊 叉叉什么的 但是这个有时候 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 请大家多多的谅解 那很多网友就是 我不晓得到底是故意 就说这个飞碟变民主了啊 然后谁啊 什么817又怎么样 什么的 讲这些东西其实水平不高 因为这没有意义啊 那如果我们电台真的被干掉 你现在怎么看得到我呢 没有 它是一个工程技术上的问题 跟什么民主不民主无关啦 今天如果蔡政府她 对我们这些批评她 进入她的人去下手的话 那这个国家蔡总统就完蛋了 那也还不至于到那个地步啦 好 所以去做这方面的联想跟 这个开玩笑 甚至开玩笑我都觉得很没水准 因为我们国家不是这样子啊 我们国家的状况是比 你瞎拜的那个好的非常多 好 所以在这边 今天我们可以对这个蔡总统 对蔡政府有些什么 但是不是说一个直播当掉 然后就说如何如何 希望大家不要去 那如果改天真的被干掉 那就真的被干掉 到时候该的怀怒都会有 不至于啦 不至于到那个地步 好 来推荐我们电台的 这已经上线了嘛 对不对 好 已经上线 那个你跟阿智讲一下 我们就用这一张 这样这样可以吗 可以 这个是我们电台新的APP 一个是这个iOS的 一个是Android的 那这个飞碟的APP 大家可以去刷 我先给大家看是QR Code 那个 现在在听广播的朋友 等你回家 或等你有空的时候 用手机或是用电脑 这个去扫这个APP 那这个也是我们收听的另外一个管道 时代在进步 以前我们在 我刚开始做2006年的时候 哪来的APP APP是谁 根本没有APP 那时候也没有所谓的网络直播 也是这个有时候也是被这个时代 推着往前走 这也没办法 好 欢迎大家去扫描这个iOS 或这个Android 我们待会第二段再来广告一遍 欢迎大家下载 这个 其实媒体的平台会变化 但是其实主要的还是content 它的内容的问题 不是说平台的问题 好 那你看网络的这个直播这么多 直播组这么多 那 当然有些他也不是去看内容的 好 像那种每天不知道在讲什么的 他的订阅一样一大堆 这再没办法 好 这个 刚在来电台路上听到麦耀的电台 讲到那个李莱希 那是他们的一个call in 不过麦耀电台的call in都很怪 那call in的这个听众说 他就直接讲了 所以我也听到 他说李莱希是警政署的高官退休的 你以前说的 警政署高官 我从来没听过李莱希 李莱希不是劳动部吗 能跑到警政署去了呢 好 所以你就知道这种 而且李莱希 李莱希退休了没 很像还没 这个瞎掰 真的是 就是 接call in的人他也不晓得他讲什么 这call in打进来的胡说八道 然后接call in的不晓得 那个是真的来讲的 李莱希 引述自由电子报的新闻 然后被王定宇盯上心事局要办他 这实在太可笑了 诶 这讲起来是悲剧 自由电子报写说有一个人他要去买口罩 出门去买口罩 结果遇到车祸 往生了 李莱希去引述这个新闻 就李莱希被被告啊 王定宇说这要办 刑事局 我不是很喜欢骂刑事局 因为刑事局点是我们最后一道的 但是也不尽难啊 那现在的刑事局跟以前的刑事局也不一样 好 这个警戒的这些人士 很不堪啊 我昨天跟大家提到那个 陈水扁跟吴书贞的那个军中的买官卖官 那后来因为马英九的无能 你没查出个什么所以然就案子就结了 那你看陈水扁在瞧这些 什么二次经改的这些 你觉得军中的或是警戒的他 吴书贞没有没有没有把手插进去吗 我是很合理的怀疑啊 好但是马英九对国家最差的贡献之一 就是他没有把扁案查清楚 扁案其实是没有查清楚 那这些案子也其实也不会查清楚 对李来西这样很好笑 那另外就是那个卖药的电台讲说 接到刑事局的这个通知书 可不可以不要去刑事局 当然可以啊 所以你要多听飞碟晚餐我讲的才是对的 你听那些卖药电台他讲的都胡说八道 派出所 派出所其实不会开分局 分局或刑事局或甚至调查局开通知书可以 你都可以不要去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啊 不要去会怎么样就像李来西这样 他不去 新北地烟署就开船票来 船票才有强制力通知书没有 那你你不理他的后果是后果就是你去跑法院了就跑地烟署啊 那你如果去去警察局叫你去你就去做完彼路说 你有没有可能再跑一次法院当然可能 那有没有可能说我去分局做完彼路之后 检察官就不传我的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 我没有把话讲死因为很多个案不一样 但是李来西他拒绝到刑事局这百分之百是正确的 不然你看到刑事局办他什么 刑事局那个屁都不敢坑啊 李来西是内行的 王定宇跟那些卖药电台那就是外行人 本来你就可以不要去啊 街道调查局的通知书 对外哭天抢地的人就是可批啊 很像街道通知书就是世界末日的笑死人了 柯文哲的水准就这样了 后来站在调查局台北市调署门口 哭给大家看的也是柯文哲啊 全国有五百个教授A钱 那时候媒体报道说有一百个在台大 台大教授水准还真差啊 全国五百个教授A钱有一百个在台大 你说那个叫最高学府吗 好一百个也好五百个也好 这些A钱的人有谁法办 所以我们的司法 好疫情的部分我们怕那狗废火车了 各国的疫情都很不妙 好像西班牙像美国 很不妙 陈伯伟他说香港人不只当过兵还当过总统 这个就是立委的水准 他讲的是马英九啊 他把马英九当香港人 这实在是 好第二段我们看这个性侵害的部分 第一段我们看这个黄复兴 来讲黄复兴我们先来开放我们的空音电话 零二二三六三九九五五 空二二三六三 今天我们的空音开在第一段 什么都还没有讲 李来西那个我都不晓得 要怎么来当题目来谈 就是那个东西就是对 卖药我是不会 但这种流程其实我们以前都讲过 在我们节目都讲过 柯P那我不知道讲几遍 你可以不要理他 那其实警方 为什么刑事局要寒送新北地点水 就是说你看也知道 他是引述自由电子报的新闻 其实李来西是一定不起诉的 我大胆一点讲他一定不起诉的 可是李来西被盯上了 你这怎么样 就想要办了 刑事局本来一开始也不想办了 王定宇把刑事局痛骂一顿之后 刑事局就开始去查 你自己其实 看也知道 好那当然这是一个悲剧 然后就是一个车祸的这个 这个这个死亡死亡案件 那他到底是为了买口罩还是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是没有那么重要 人都走了 他是什么原因这样子很重要吗 但是这个是一个猎物啊 就把李来西当这个女巫在打 其实李来西讲的李来西做的 以这件事情来讲他没有错 他做的是标准的SOP 但是就是被 被围剿就变这样了 哈啰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 我是台北的张托米 原来是你 现在正在路边停车跟你讲一下电话 好来 那我想讲一下那个1450的部分啊 我觉得1450那种少部分的人 总是可以绑架我们这些大多数的人 怎么一回事呢 很想要了解一下 对啊 你现在了解一下你问我 我不知道 说的也是啊 你是你是跑Uber还是跑小黄 小黄啊小黄啊 生意好不好 生意差了将近快一半 你都去戴口罩吗 都戴口罩 还有客人一下车就喷酒精消毒啊 口罩多久换一次 大概两天啊 谁教你啊 政府有发一天一个 一个礼拜一次 对啊你为什么两天再换一个呢 要够不要用啊 对吧 你也很危险 你也好 沖南跟香港都有小黄司机中标 可是我觉得我们其实大多数的 台湾这种 不是跑那种比较 就是外来客比较多的地方 其实相对安全 我觉得啊 张透明我觉得不要铁齿的啊 我不要铁齿 你省下的一个是存在家里就对了 就是给有需要 有时候客人没有 我会稍微分送他一个啊 客人没有你还送他一个 对啊如果 如果我看的顺眼的话 我就会给他一个 然后你只要一下车就喷酒精消毒这样 对对对有拿过钱 我都喷酒精消毒 有拿过钱什么意思啊 因为钱特别张 因为有的客人会给钱嘛 那钱也不晓得哪边来 有不给钱的吗 刷卡 有的就是刷卡 刷卡又有卡 你说生意差的五成啊 将近一半有 而且等待时间非常长 简单讲一个我以前 跑八个钟头可以分到我要的啦 现在跑十个钟头 十二个钟头还不见得有 你遭备这样间意外了解 你算早上的 八个钟头 以前是八个钟头可以达到基本需求 基本的需求 然后基本都是十个钟头起跳 然后最多是跑十二个钟头 就大概大家都受不了 他不是有补助加油的那个有没有 有有 要去申请 已经申请了 大概四月多会出来 好 谢谢你 谢谢你 拜拜 张湯明问我1450怎么办 我知道 哈囉你好 喂 霍仁哥你好 你好 你好 我是李明 等了一年终于打电话进去 你是谁 粉丝专业的李明 李明 李明 你说李明我就要知道你是谁 你讲李明我没印象 你讲说你在脸书的李明我就想起来了 你住哪里 蛤 你住台 台北啊 嘿嘿嘿嘿 来 你要讲什么来 嘿嘿嘿 我 我也是开小房的啦 蛤 你咳 啊 生日好壞 已经从 大过年之后到现在啦 嘿 每天是越来越差啦 从 从一天跑下来 两千块 嘿 到 现在一天 顶多只有一千块 嘿 跑十个小时下啦 嘿 一公里不到十块钱 一公里不到十块钱 嘿 一天 就这么 就简单一点说啦 一天我跑一百五十公里好了 嘿 平均一公里不到十块钱 你一天跑一百五十公里没有找一趟啊 蛤 你跑一桶油 跑到一桶油 二十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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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李明你这个刚刚张湯 张湯明讲那个什么消毒啊 口罩那个你都有做啦 我 不做那个的 所以你不戴口罩 我开冷气的时候带客人我会戴口罩 可是如果开窗户我是不会戴口罩的 那消毒咧 消毒的话 我从疫情 我从以前到现在啦 嘿 我都是 我都是 车上会随时准备两条丝毛巾 嘿 只要客人上车 下车 跟他接触找完零钱 或者是我没事的时候 我就把丝毛巾拿起来 方向盘擦一擦 手擦一擦 嗯 这样就搞定啊 嘿 那这跟消毒有什么不一样 这样子就好了 为什么还要特别消毒呢 你没有用酒精 你是用毛巾去刷就对了 对啊 嘿嘿 这样感受 我 我从 H1N1到现在 我这样子做下来 我都没有特别的感冒过 李明 这个跟H1N1差十万八千里 那有点拜託的 没有就是 我的意思就是 事实上是 随时保持个人的卫生 嗯 根本不用去担心那个有的没有的 你这样说 我把你口放我三百 我是觉得紧接一点比较好 你这样你要高兴 这样我也没办法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 小心一点会比较好 我还是一样会小心的 啊 不过我就是 保持通风 跟随时的插手 插方向 来来来 你口罩几天换一个 我到目前为止 我大概是 一个礼拜会换一个 一个礼拜换一个 因为天气没有很冷 没有经常开冷气的情况之下 我几乎都是开窗户在客人的啦 那你们不是一天可以领到那个买到一个吗 是领还是买 买到一个 那你多的就存起来就对了 对啊 一个礼拜换一个口罩 对啊 好再见 谢谢你打电话进来 感谢 拜拜 拜拜 这自己选得的 这不一定健康 他要这样处理 我要怎么办 我不是人爸 哈哈 那张汤米他的那个处理 也有他的那个 他的方法 所以 那个啦 我们就尊重大家的那个处理 哈啰你好 你好你好 嘿 你这样我没办 哈啰你好 这个也没办 你好你好 嘿嘿嘿嘿嘿 你好 嘿 霍文哥你好 你好你好 嘿 您住哪个贵姓 我住台北我姓江 江先生来 你好 你好请讲来 我想讲的是说 因为台湾相对其他世界的国家 其实疫情是稍微稳定一些 所以我觉得政府应该对整个全世界经济 会造成一个恐慌 应该是要有一些策略 要不然我觉得台湾下半季还是明年的上半季都会很惨 嗯 对所以我 我觉得不要一直很focus在一些特定的事情 应该是 蔡英文政府应该是要对经济面 去提出一些更有效率的方法 让台湾度过这次的经济危机 有可能吗江先生 就也是不可能啦 就说一说啊 你说美国跟大陆这么惨 然后我们能够做什么来 来变好吗 不太可能啊 但我觉得也应该有一些想法嘛 不是你没有听懂我的意思 其他国家都很惨 我们我们现在不是讲疫情 我们在讲经济嘛 对 其他国家都很惨 我们好不了啊 也是啦也是啦 你说当其他国家因为疫情了 他们经济不好嘛 他们的疫情不好 所以他们经济不好 然后我们疫情比较好 然后我们经济也要比较好 这因为我是外行啦 我是应该是不太可能了 你参加了 因为我是觉得疫情相对稳定 我们应该要有一些比较时间去准备去应付 未来的经济整个不好的时候 我们政府应该可以准备一些事情啦 不一定会好 但是至少给人民一个保证嘛 因为我觉得现在台湾施工到一个 全部人民的恐慌啊 怎么说 对啊 就像你看前前几天光卫生纸泡面 那个我就觉得很离谱了啊 对啊 那像我们本身在做服务业的嘛 他有关心到像百货公司 现在人流量少到真的很可怜 你看我们是以服务业为主的 这种基层的员工 我们下面基层的员工都领不到薪水 好 谢谢江江 我知道你的意思 但是谢谢你了 你说要叫你 你说这 蔡政府当然也知道了 这个你讲的是对 但是问题是要做到 其实是我认为是很困难嘛 好 因为全世界如果大家都不好 然后只有我们好 然后我们来那个 我觉得 那政府对经济的因应 就是撒钱嘛 好就是多多方面的纾困啊 振兴啊什么的 那你说我们我们利用这个节骨眼来 让台湾的经济什么的 那我觉得那个困难太高了 好我们看这个媒体报导 黄复兴一个月花五六百万 自由时报的报导 那不知道是国民党谁讲的 那以我以前采访的经验呢 我觉得李乾隆讲的可能性比较高 通常我们在采访的时候都会 其实很多人都做这三八事情啊 譬如说记者来专访我 假设记者来专访我 我前面呢 我讲了三点 好 一二三 讲完了 然后后面呢 我要讲四五六的时候 我跟记者讲说 欸 我现在跟你讲这个 你不要写我的名字 前面一二三是挂 陈慧文表示陈慧文指出啊 四五六不要挂我的名字啊 我们在采访上经常干这种事情啊 那我怀疑是李乾隆讲的 是不是李乾隆讲的 其实不重要 好 好 那自由事报报道 黄菁一个月花五六百万 那黄菁今天这个发表声明喊冤 他说圣感亚裔与遗憾 那黄菁他是国民党的一个特种党部 这个非常奇怪的组织啊 也是从以前一直遗留下来 那你说亚裔跟遗憾 那到底你花多少钱啊 你说不是五六百万 那是几万 你也没讲 这就非常的奇怪 那国民党呢 他以前有很多特种党部 警察啦 这个学生啦 各行各业你想到的国民党都有党部 妇女啦 勞工那都不用讲了 国民党已经包三包 特种党部一大堆 那后来呢 因为国民党也不行了 全部的这个特种党部 就只剩下黄菁星了 黄菁星就他们的军方 军方的这个党部 黄菁星目前的这个主委是金恩庆 那他决定请辞 他跟这个江启臣请辞 不干了 那黄菁星党部在十八个地方的 那个主委呢 有十三个说要跟金恩庆同进退 那个主委走 我们不干了 十八个走十三个 这个 这个呛堵的意味很很重 主委不干了 我们十八个 十三个都不干了 其实我是觉得这些 这些军方的这些国民党党员 其实你们跟社会是脱节的 但是你们不知道 你们觉得黄菁星很重要 其实黄菁星没有以前那么重要 我跟大家解释为什么以前 像那个洪秀柱啊 韩国瑜啊 他们就很了解这个 黄菁星这一块 在以前的这个立委的 复数选区的情况之下 其实那是一个 我认为改单英选区两票 这次好了 我认为是好的 就像你现在看到的这些 这个市议员 很多都是走极端的 走偏锋的 因为他他不需要过半的选票 他5%他就当选了 他不用过半了 50%跟5%差十分 所以很多人会走极端 以前黄菁星在国民党的提名 你只要获得黄菁星的提名 你几乎是当选了 几乎了 好在更早以前李登辉那个年代 只要是黄菁星提名的 不拿 好 因为眷村的票会灌给他 好 所以很多国民党的初选 他不是在在在拼 他拼黄菁星的提名 只要黄菁星提名的国民党立委 十之八九是可以当选的 那是在2008年之前 2008年之后 改成单一选区两票是 黄菁星就没有用了 为什么 因为你光靠眷村的票你赢不了 你要50%加1 你要过半你才有可能赢 因为大部分是蓝绿对决 好 当然每个选区都有很多那种 差回啊的出来选的 那个都拿不到几票 你光靠眷村的票你赢不了 但是黄菁星的朋友没有办法 这个与时俱进 那如果说连黄菁星都不敢改 国民党改革基本上是五旺 没希望 但是因为我不是国民党党员 所以黄菁星的部分 我没有什么意见啊 那些都是老一辈的军方的 然后就他们就觉得说 他们对党国贡献如何如何 我是不太相信 但是你看郝龙斌跟江启臣 他们都不敢碰黄菁星了 没办法 那国民党一个月开销三千万 我就不晓得国民党钱哪里来 不是说把党产都冻冻结了吗 我不知道党产会在干嘛 搞了三年多不在干什么 所以那个追讨党产 基本上是骗人的 我讲我要复 现场直播我也没在怕 党产会 追讨国民党是骗人的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复联会啊 当时党产会跟复联会讲说 你捐三百多亿 我就放你一马 还有这种事情啊 这个跟黑道什么不一样 拿钱放人 叫复联会捐钱 然后两边和解还签了备忘录 笑死人啊 我那时候还在闭关完写一篇 到联合报去骂他们 你们太好笑了 太可笑了 那复联会这样处理 是不是跟蔡英文有关 我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蔡英文 跟孤政府先生的 之前的渊源有关 我也不知道 但是没有人这样注意 你如果这一笔钱 是国家的 哪有说你捐出来 我就放你一马 哪有这种事情啊 如果你这一笔钱是违法的 你通通吐出来啊 你吐一点我就放你一马 这搞什么鬼啊 基本上的党产会都骗人 新北市党部 一个月开销的三百万 李乾隆自己讲 这不是我讲的 李乾隆说我垫了四千万 四千万啊 他应该垫了一年多吧 那他本来是新北市党部的主委嘛 垫了四千万 那江启成找了五个副秘书长 跟五个发言人 那很好笑 干嘛需要五个副秘书长 跟五个发言人 这个喔 不是说我要把他打开 那这个吴思怀就是 黄复兴党部坚持要提名 吴敦一不敢动 郝隆斌不敢动 江启成也不敢动 马英九也拿黄复兴没批调啊 所以这个这个党 国民党这个党你说他要 浴火重生也好 要这个 重返执政也好 困难度很高啊 如果金恩庆对国民党 还有一点贡献的话 就是他带头把黄复兴党部给裁了 但是他不会啊 这个很抱歉啊 那我我很想知道 到底国民党一个月三千万花去哪里 我很我也很想知道黄复兴党部 一个月你说我不是花五六百 那你花几百万 就算你花两百三百好了 那你钱花去哪里 谁拎走了 江启成敢查吗 江启成如果你想做 我讲这话 国民党党产最多数是李登辉 好几千亿啊 国民党党产败的差不多的也是李登辉啊 江启成你敢查吗 不要说我出难题给你啦 马英九都处理不了了 你觉得江启成注意得了吗 飞碟晚餐我是陈慧文 那个YT直播的朋友 或是你看我们的这个 影片重播朋友 你现在看到的这画面是我们 飞碟电台新的APP 那有分两种 一个是iOS 一个是Android的这个系统 那这个是QR Code 这个欢迎大家扫描 去下载我们飞碟的 这个APP 这是我们的新版的 应该改过几次吧 我不是很清楚 那看直播的看直播 用广播的用广播 用APP也可以用APP 那这个科技的进步 所以有这种新的 一个广播的平台 这个就是平台的问题 这个整合的问题 那网路这个趋势是很难 这个逆转 现在的这个这个 时代不一样 所以我们谈南韩的这个事情 也是这个网路的这个肆虐 网路带来的负面的效果 好那今天南韩警方故意啊 让这个祖贤被拍受访 其实他站在镜头前面不到一分钟 那前面他回答的说什么 这个感谢大家什么 让我什么什么 什么道歉什么 他讲的时候后面记者问他的 因为那都用韩文嘛 我当时听不懂 他后面都不回答 后面几个记者问他们都不回答 他只想把他想讲的 给给讲完 好那这是南韩第一次这个性犯罪的公开示众 当然也是跟南韩的这个民怨非常的相关 这个清瓦台的请愿说破了五百万 南韩也才五千多万人 五千两百多 然后有五百万人这个去请愿 要去办这个 这当然是南韩的这个他们的国家的制度 好那这个就是各国都一样 那可不可以拍子看案件看状况 好像我们的这个台北地点署 他有求册到 这当年的赵建民 就是陈水扁的这些女婿 讲到这边赵建民的案子到现在还没有处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不用谈司法改革啦 就看看估重量 赵建民 傅昆琪 傅昆琪现在又当立委 傅昆琪同案的人都抓去官了 傅昆琪还在当立委 然后帮傅昆琪打官司的是民间司改会的董事长 叫林永宋 那你还跟我讲司法我就不想谈啊 那我讲就 就没意思啊 你就看赵建民估重量跟傅昆琪 就不用再谈司法改革 那勉强再加个王金平跟柯建民 柯建民他自己的币案我也不知道调查局搬去哪里了 今天还有一波那个什么调查局的高官升迁 看得真是摇头 之前联合报写说调查局有一个那个县调站的主任酒后驾车 这事情也都不得了 所以你觉得媒体很痛恨正义感 媒体要这个 你看那个艺人啊 像吴忠献以前酒后驾车啊 吴忠献啊 那时候载着辣妹然后被拦下来 我记得很像是在 在敦南索的管区被拦下来 敦南索在那个连站他家旁边那个敦南索 然后吴忠献他就耍宝嘛 那就不谈他了 这些酒后驾车的 像吴忠献支流的 大家要报导嘛 你是艺人吗 好报道报道 调查局的主任酒后驾车 联合报写了 各大电视台不敢播啊 没有人播啊 为什么 那团的呢 团的主任 你把他拦上去 你要跟他演 没有人敢播 整个事情就算了 就联合报写一篇独家做就没了 很痛恨酒后驾车吗 你知道那个县调站主任他他他一一开车去跟他们摸到 你喝醉了吗 去跟他们摸到 你跟他们摸到 然后第一通电话打给谁 当年要打119嘛 大家都会收凶嘛 他第一通电话打给调查站的同事 帮忙他把车开走 你有看过这一种调查站主任吗 这都骗人的 我敢说 我就不怕他什么样 我讲的都是真的 这就是我们的社会 大家 我要不要给你拍 我要给你拍 我就给你拍 我不给你拍 你什么都拍不到 站出来 刚好移送给你拍 他都骗人了 我今天让他坐在警车里面 给他带全招式安全报 你要拍什么 你什么都不用拍 但是这个嫌犯 他今天出来的时候 有点奇怪 就是他有那个 头上一个纱布 然后带一个护警的那个圈子 不知道他自己那个 还是说在里面被打 不晓得 但是这个 如果有刑求的话 那更麻烦 其实这个案子 其实不应该刑求 你说我来出一口气 我给他沾沾 可能也没什么用 好 那这个韩国媒体报导说 祖前就24岁 昨天写25 今天变24 说平时当志工 热心公益 双面人 热心公益 还去逼迫这些剥削 这些女性的被害人 非常的恶劣 他就说我有办法 我就这个 其实他已经第三手 那一开始弄的这一个 弄这个聊天室 到现在没找到 第二个已经抓到了 今天曝光这第三个 这够传承 这不得了 好 那今天来面提报说 这个祖贤的女友 也在聊天室里面 然后也有影片 这不晓得是不是 这个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那这种 在我们社会新闻 是经常出现这种 被害人的这种 心理的状况 他是被害人 一开始是被害人 然后久而久之 因为长期跟这个 这个加害人在一起 他忘了自己是被害人 他反而去同情加害人 甚至变成共犯 甚至去帮助他犯罪 这个这个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这个非常的 这个可怕 那不晓得这个 这个女友 是真的 他现在身边 他是被害人还是被告 他前半阶段 他是被害人 他被他胁迫 拍影片 什么的 那后半段 他如果说 这个女友 比如说 我来去找 其他的被害人 我来去拐 其他的这些 这些少女 这个很恶劣 他年纪最轻的 这个目前知道的 被害人 十一岁 十一岁 那南韩比较糟糕的状况 是因为他们这个叫恩浩房 他们的聊天是叫房 恩浩房的这个事件之后呢 在南韩的网络出现两个状况 第一个呢 是有垃圾网友呢 去求老司机给影片 因为通常这种变态的人 他们在看这东西的时候 他会测路 他copy这些画面跟影片下来 然后就一些垃圾的南韩网友 说 现在警方抓到了 看不到的嘛 求影片 就像我们PTT那些 求影片求你 有什么连结啊 什么的 这种在之前那个李宗瑞的案子啊 我们也说 求影片 其实讲是这样讲 现在在各大 这个色情的网站里面 李宗瑞的影片没有人要看了 那其实已经都散播出去了 这是第一个求影片这个这个歪风 第二个是说 这个有些南韩的网友 有26万个付费的会员 当里面可能有重复的 不同的聊天室什么的 OK 然后第二个出现状况就说 我是不小心点进去 然后加入的 我现在要怎么样去 毁尸灭迹啊 那听到没有 你相信他是不小心加入的吗 你要去加入这个会员 你要去买比特币 你买比特币 你要转给他 然后你要加入什么 Telegram 然后这样这样 你有可能是手滑吗 你说我们这个手机 然后不小心按到哪个键 那也就算了 你要按很多键啊 第一个可能手滑 你是下键啊 然后现在那个可能会查 要怎么办 但现在问题说 这26万个付费的会员 他有没有构成犯罪 这很难讲 付钱 我汇款给他 汇这个虚拟货币给他 然后我看这个 我如果都不讲话 我就在聊天室看啊 那个会员陈先生 你那个没有缴钱 我转账给你 转那个虚拟货币给你 我继续看 如果他是单纯的付费 当会员 以我们台湾的法律 有点难 他可能是可以逃脱的 现在的问题是说 如果他是赖府的 赖府的 因为我们不晓得他的内容是什么 比如说赖府 他在凌虐这个被害人 好 然后你在聊天室写说 打他 或是怎么样他 圈圈他 叉叉他 那你就有问题 这问题就大 好 如果你单纯的观看 我都不讲话 我都不发言 那可能可以逃过 但是如果你在 这个整个直播的过程当中 你有在那边起哄啦 提议啦 瞎缴或那种 那可能就有问题 但不晓得南韩要怎么去 所以这26万人 这非常的可怕 我们看这个 纽承泽的性侵案 昨天辩论终结 那下个月宣判 那纽承泽跟这被害人 七位数的金额和解 我如果没记错 他之前本来是给60万吧 本来是60万 后来没有谈成 那七位数的金额 就是上百万 一百万到九百万 都是七位数 一百几百 就七位数 那以我以前跑社会新闻的经验来看 你性侵害的案件 七位数和解是非常离谱的价格 我现在跟你说的是社会数 秦英平你要认真听 你要听社会数 听我这台就对了 没有人用七位数再和解了 我说一般的性侵害 七位数和解金额是高的离谱 没人就几百万 这不是这样 你刷一下农事就没一百万 你性侵害超过七位数 在我们跑社会新闻 你没有七位数这种金额 太高了 太高了 那被害人昨天也有出庭 他说纽承泽至今不认罪 他没有办法原谅 当和解是归和解 判刑是归判刑 大家要把这个分开 和解是他对被害人的一个补偿 一个赔偿 双方面要谈好了 这个要怎么来和解 那通常法官的量刑是 会依照你有没有和解来判断 我们先讲检方 那牛森的这个案子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检方求刑三年四个月 那不如就不要求了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你求三年四个月 那就是 无意义的求刑 因为你检方求刑 跟后来法官的判决 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好你有时候看到起诉 或是这个 这个辩论中间讲说 我们具体求刑什么 那个都是唬人的 不要被检察官给唬了 检察官就耍保作秀 我具体求刑八年 那法官就判八年吗 法官根本不会理你 因为你求刑几年 跟法官的判决是没有关系的 具体求刑就是个秀 大家有个基本概念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你求三年四个月 那不如不要求算了 你才多四个月 你是痛一下 但是我们现在台湾司法的现况是什么 刚讲说 和解与否 因为他们那些人这个逻辑有问题 司法院跟法务部在推那个修复式的司法 什么意思 就是说 这已经性侵害你了 已经把你这个 你亲爱的人杀死 如果和解 就侵判 如果和解就侵判 性侵害也好 杀人也好 命案 车祸 酒驾 只要和解就侵判 那现在造成什么 什么样的状况 就是说 我就台湾办会 共甘三人 我就和解 和解你要侵判 纽承泽昨天还说 他希望判无罪 如果你要判我有罪 请你判我缓刑 那这样子 如果纽承泽这样子可以缓刑 或甚至无罪 无罪我是觉得凶寒 但是他有可能获得缓刑 我就侮改 性侵害几次一次 和解的 有没有可能缓刑 在司法事务上 我不要说因为他是纽承者 我去骂他 我说我们以前跑射新闻 看到这么多的案子 这样有没有可能缓刑 是很有可能缓刑的 但是我现在讲的 不是纽承者这个个案 说如果我们的 我们的法刑你有负盖啊 你有败钱给他啊 这个命案 赔个几百万几千万 那种很多命案 我讲是命案 赔几百万几千万 上千万的都有 他用家的有钱啊 在台北市这一类 自强隧道 隆时那些 那家的好人啊 他有帮很多啊 所以要看你去有什么车 撞到啊 你去有刷子 撞到 几十万就够了 你去有炒炮撞到 那不得了啊 中千的啊 我不是说不应该和解啦 而是法官要想说 如果如果说有钱人 我有钱就可以任性 我有钱就可以酒驾 我有钱就可以杀人 性侵害 反正之后我跟你和解 你要多少钱我给你啊 我就获得侵判 这样的司法正义是没有伸张的 那如果你不不和解 不和解就知道法律走啊 你还是可以针对 他部分去求偿 大家懂我意思吗 譬如说我是这个被害人 纽承哲他这个性侵害我 判决的部分 法官怎么判那我不管 那我的部分呢 我可以 我那个是刑事嘛 他性侵害这是刑事案件嘛 我是被害人 纽承哲性侵害我 我可以去告他民事啊 我一样可以跟他要钱 那这刑事负担民事求偿 这个在法律上太多了 侮害是几回事求偿是另外几回事嘛 如果如果司法变成这样子我是觉得 嘿 这个媒体说纽承哲是认错不认罪 这个就厉害了 认错不认罪 一属其我错了 但是我没犯罪 这真奇怪 我是陈辉文 这个台湾激进党的立委陈伯伟 他说这个香港人来台湾当兵 那行政院长苏贞昌都不置可否 结果讲完之后被骂 陈伯伟在补刀 他说香港人不只当过兵啊 还当过总统 所以他讲马英九 因为马英九总统是在这个香港出生的 香港人啊 以前陈水扁 他在骂马英九 因为那时候马英九是台北市长 陈水扁是总统 陈水扁骂马英九 说你是香港教 你香港教 李英元是台湾卡 所以马英九是香港卡 李英元是 因为那时候李英元 要跟马英九算是市长 李英元是台湾角 这个马英九是香港角 当然这个陈伯伟 他不晓得他自己错在哪里了 这个也没有办法 那我今天讲句比较无数而已 以这 因为他是二月开始当立委 二月一号 立委现在是三月十五 这不到两个月 我说 这一个立委 跟韩国瑜比 比较起来 因为现在面临罢名案的是韩国瑜 是应该罢名高雄市长 是罢名这个立委 我不知道 如果我是陈伯伟 那个选区的选民 你是要冲什么 你知不知道你错在哪里 你让香港人来当兵 那个也实在是这个 因为你讲的其实跟我们现在的政治事务的状况差太远 差太多了 离谱到这个地步 然后还要再忍受你三年多 我现在是不知道怎么说 他觉得说讲的对啊 我们要成立这个内交部啊 内交部都来了 这些 但是这个就是民主的选举嘛 选出来就是陈伯伟 陈伟伟你说香港人不只当过兵还当过总统 我想请问陈伯伟 你们独派这个绿的这些小党什么 有很多人没当兵你知道吗 有很多人没当兵 最可悲的是没有当兵的还在国防委员会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当到中将的要去国防委员会 被Cue你狡猾到要死 没有当兵的进国防委员会 他到底国防他懂什么 不知道 像我当兵当一年十个月 所以我不敢说我国防懂什么 我去服一无一服万了也就算了 这就是我们的选举出来立委的状态 我没有说我要罢免陈伯伟 因为我不是台中的选民 我没有资格罢免他 我是说用比较的 看看这一个多月来他讲了什么 他咨询了什么 那我是帮陈伯伟加油 这种事情应该少干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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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